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招牌菜呢我们都知道啊 那个菜单后面一般写的很清楚 代表菜呢就比如说你要爱吃香菜呢 就可以点剁椒鱼头够代表的吧 如果要去吃的是檀家菜呢 那我今天就教您点一道檀家菜当中的代表菜 那就是银耳素惠 银耳素惠是著名的檀家菜 它以银耳为主料 胡萝卜 莴笋 鲜膜 冬菇为配料 经过蒸 焯 煮 勾芡而成 特点是五种主配料 红绿 黄 白 黑 五彩 缤纷 味道清淡 鲜美 爽口 解腻 怎么样 您看了是不是也想尝试着做一做呢 今天我们就请来的中国烹饪大师刘忠师傅 另外一位则是大家熟悉的美食评论家 戴爱群先生 银耳素惠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银耳 服料有胡萝卜 莴笋 鲜膜 冬菇 调料有青鸡汤 浓鸡汤 南瓜绒 鸡油等 不得不说 这是我见过发的最漂亮的一朵银耳 是吗 像个白色的绣球花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真的就是一朵 它确实是健康的食材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银耳的 怎么做我都爱吃 其实在一个市场上 卖各种各样的银耳的也挺多的 我挺发愁的 到底什么样的银耳是好的 是的 因为银耳产自四川的通江县 被誉为银耳之香 那么挑选银耳的时候 一定要选乳白色或者是微黄色 行整没有煤斑的银耳 发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发的时候一定要是温水进行浸泡 一定要泡透 这个是它 一般要泡多长时间 一般大概要泡制在15分钟左右 要15分钟就饱了 对 就合适 那说明这个还是挺好泡的 是的 是的 既然这个银耳素汇 听着肯定是银耳做主料 对对对 素汇汇的就是这些东西 非常漂亮 檀家菜这道菜选材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营养丰富 色彩非常艳丽 你觉得够代表吗 当然够代表了 这个就是中国这个过去你说是公平菜也好 官府菜也好 尤其是檀家菜里 有那么一路菜 但是我把它总结成叫粗料细作 里面这都是最最便宜的原材料 但是经过他们厨师的精细加工 形成一个很美味 很这个甚至很有文化品味 的这么个菜样 感着就散热 对 看着就是散热 就是 Gom Larry 这是阿仲师傅来教我们 这叫粗料细做 怎么细做 好的 那么先去选用一个青笋 打皮以后 要打成这个一段一段的 就是说这个粗料细做 包括一个选台的精 还有一个加工的器 这厨师的功夫 这个菜卖的是功夫钱 不是原料钱 虽然是简单的胡萝卜和青笋 但我们要把它雕刻成 像小蘑菇一样的形作 雕刻成这样啊 是的 那么下面我给您演示一下 就是一把雕刻刀 削苹果皮 对 我看是挺费劲的呢 是 这就是常年积累下来的手感 惊艳 所以都说这个厨师的手 这个皮是特别粗糙的 对 好 得上汗来得 下角了别扔啊 这回一锅汤都可以 这是过热的 先要把它削圆 削成圆柱形 然后呢上面要修边 进行修边 这刚才真是一个功夫活儿 就在家 自己家吃有点费劲 交代客人还是比较值得一试的 这就是檀家菜 一个普通的一个家菜的这个特色 体现的刚才这个嘉宾说的这个粗料系统 要先把它这个蘑菇顶部 对 刀尖身入 消出这个蘑菇顶部的形状 然后去料 哦 它实际上先拉一道 然后再拉一道 把中间的东西 是 感觉像一个举重的那种 啞铃 然后把这肥料去掉 这我们在家如果不做麻烦的话 也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呀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就给它 你可以做球 对 做球也挺麻烦的 球就容易很多了 那实在不行 你做片 做丁 对对对 对吧 这个看你个人高兴了 对对对对 最后要进行修行 修成就像小蘑菇一样 哎 出来了 这样基本就像一个小蘑菇 细菇方法 这个就是 谭家菜讲究精工细作 要把所有的辅料 做成小蘑菇状 具体的做法是 莴笋去皮之后切成小段 在三分之一处 转着圈的划开 去掉多余的部分 用小刀修边 削成小蘑菇状 胡萝卜也用同样的手法来修行 当然 如果您在家 也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做成球状 或者直接切成小段来制作 都没有问题 好了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 银耳素绘的初加工了 您可要看好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 这个 飞水 飞水 说到这个冬菇 可能很多人 乍一看上去都以为是香菇 冬菇跟香菇不是一般 长得有点像 叫法不错 实际上呢 广东人叫冬菇 北方人叫香菇 实际上是一种 实际上是一种 这是干香菇发制的 对 我们也说过 我们参加菜呢 比较注重这个 干发制品 对 尤其是像比较讲究的 好像对这个干鲜货 它都会进行一个很好的烹饰 对 所以说这道菜听起来 银耳素绘 好像绘的都是一些素的 实际上我觉得 只要这个 汤料好 对 这些东西都是很吸汤 汤是混的 是是是 但过去有一句老话 叫唱戏的腔 厨师的腔 如果厨师不会掉至好的高汤 那很多菜无法实现 对 接着您可以教我们在家 怎么样能够掉一锅 这个菜的最核心的内容 其实不只是这些菜 是吧 对对对 是两个汤 两个汤 这是我们的浓汤 这是我们的青汤 对 我闻一下 我照着浓的闻 能闻 哎呀 鸡汤的味 就是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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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们选用上号的老母鸡 对对对 就是我们刘忠师 我们在家里可能就是条件没有你们酒店那么好 就是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家里怎么掉高汤 对 简单一点的 是是是 比如在家我们掉鸡汤的话 首先老母鸡 首先选一只老母鸡 然后呢要进行清洗去内脏 然后呢这个要一定要记住要冷水下锅 冷水下锅 对 让它这些血沫和杂水充分的用水给它煮出来 冷水下锅大火煮 大火煮 煮开了以后 煮开以后呢要小火掉 这个开了之后 把这些沫要撇掉 撇掉 撇掉以后呢 改成小火 小火掉 掉制 要加东西吗 暂时先不加东西 什么都不加 就是清水煮鸡 清水煮鸡 我们谭家菜是纯食用纯鸡汤 把汤鸡掉制到一定时间以后 大火再给它冲农 就形成现在的这个 用满色 先小火 然后再改大火 把它冲成这个浓汤 对 如果不冲 就接近这个汤了 是吗 我们要用鸡胸 做成鸡蓉 然后利用鸡胸的吸附作用 把汤里些杂质 然后汤慢慢的变清 吸附这个杂质 对 然后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我们谭家菜汤讲究是 汤清如水 色如淡茶 这是我们谭家菜的特色 而且汤味鲜美 那么下面我们要把这个 雕刻好的胡萝卜 要先进行飞水 因为根据指定 它要不同 先发胡萝卜 这个胡萝卜 我们也讲究过很多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胡萝卜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A 对 但是呢 这个毕竟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所以说 所以它有油 低点油 它可能更利用的吸收 所以要回家菜 就用了这种 人家有道理的 生吃补维生素C 熟吃补维生素A 好 超大概也就七八分钟 对 十五分钟左右 因为它很硬 胡萝卜要熟食现场 清损食也可以短 很短 对对对 四五分钟有样子 好 超清损 这个时间就短了 对对对 是 盘家菜还有一特点 你看 它是 因为是家菜 所以呢 它的制作过程 都是很容易在家里的厨房完成的 比如说它的火 盘家菜没有什么急火爆炒菜 是吧刘忠 对对对 它对火的要求 就是你们一起到 对 几个东东对付 盘家菜是主要以这个 蒸 焖 炖 烤 为主义 就是以水为成熟 介质的菜居多 对对对 我给我最感 直接的印象就是 我觉得挑的这些食材 都很加强 并不是又很昂贵 又很难找到的 然后呢 这个加工的这个 对这个厨房的硬性的要求 也很加强 对对对对 不需要那个大锅大灶 剩下的就是什么 就是厨师的这个技术水平 耐心和细心了 这方面可能要求就比较高一些 对 所以咱们吃的好不好得养胀 阿众师傅 愿意为您亲情奉献 我就奇了怪 比如说像咱们这种 比如你可能更喜欢吃肉一点 这个素的东西 它会怎么样的吸引你的胃口 我觉得这个素菜是这样的 就是中餐传统啊 你比如说家里炒一个青菜 纯青菜 那么一定是用荤油炒的 对 我们家现在也是 对 那么如果炒这个溜热片 肯定是用素油的 就是说其实这种搭配 就产生了胃口 如果你素菜用素油炒 首先不说颜色好 不好看 那么它这个香味它不足啊 你就吸引不着胃口 其实很简单 另外一个呢 这不管怎么样 还得带点荤的 荤素搭配 因为科学研究成果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永远吃植物脂肪 不吃动物脂肪 其实一样容易得脑血肠 当然就法官也不行 我光吃动物脂肪 不吃植物脂肪也不行 是以植物脂肪为主 然后搭配一点动物脂肪 这个是合理的配品 那么荤素菜也是这样的标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阿周是不是在唱这个 花一样的银儿 不一样 你看它就不能进去乱哺了 拿开这边往上浇 因为它毕竟还要 这个有一个按键加工 就是说 今天其实大家很有眼俗 电视观众很有眼俗的 就像这种 坦家菜一般不在这种 公众场合做这种厨艺表演 他们的厨房 它有一定的保密的 不随便让别人进的 今天因为这个菜 这些环节 他们觉得还可以公开 马上来大家看看 我觉得 我也没看过 我也第一次看 关键是觉得这头银儿 真的太漂亮了 那么我要把这个银儿 放在碗里边上锅进行蒸制 我们要加入我们清汤 来蒸制这个银儿 让它味道更鲜 你很少 我估计你没吃过 咸味的银儿 没有 今天第一次吃 因为都是甜的吧 都是甜的 冰糖银儿啊 银儿 银儿 莲子羹啊 都是这路数吗 所以我很难想象到 咸味的银儿什么味 蒸多久 好 这要给它蒸蛋 大概蒸蛋 大概蒸蛋 20分钟左右 20分钟左右 大火蒸是吧 大火蒸 银儿素会在正式烹调前 要把所有的煮辅料分别下水超熟备用 其中 胡萝卜因为不容易成熟 所以需要用水煮上10分钟左右 莴笋 鲜膜和冬菇都煮上两三分钟即可 最后将银儿入水超烫一下捞出 淋上青鸡汤 上锅蒸 大火蒸20分钟即可 那这个时间呢 我们要做一个其他 这个时间我们要把 也是我们茶香菜一道传统工序 要把水倒掉 换入我们浓汤 用我们这个鲜美醇厚浓汤 让我们的原餐料入味 素中有化 用浓汤来焯这些 是的 旧的干等 鱼拿混油炒素菜 那它还要吗 汤不掉 倒掉 天哪 好奢侈呀 所以说你说的这种 对 混油 醋料细作 然后素菜荤味 对 荤素搭配 所以这些菜并不素了 其实 下面我们叫煮入味 刚才阿仲师傅也教我们了 怎么样在家掉一锅汤 是是是 阿仲师傅 如果说我们家里头 没有高汤 也没时间去掉 是是是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法 又想做得这么美味 这很难 我替刘仲同事回答 这很难 好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不做得这么美味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用水就可以了是吗 用水 用水 但是完全就完全变成两回事了 对对对 味精水跟高汤那能比吗 那完全不是一把事了 对对对 而且这是一种成天然的高汤 营养非常丰富 汤开的时候 你会为那汤的香气 我在这里就闻到了 是是是 就是我觉得 焯完这些蔬菜以后 如果我们在家做的话 这些汤菜还是不要倒掉 对 当然可以用了 是的 是的 哎呀 真香啊 真香啊 我们还是看 刚才一样 对对对 对对 原材料的不同的特性 直接超硬质 对对对 再超软质 对对对 这个银耳酥柜里头 是传统的就用到了 这个口膜和香菇吗 最先开始我们这个黑色的原材料 全是发菜 发菜我们不用了 对对对 现在要需要环保 保护这些草原 植被 土壤 那么现在国家就限量了 清水焯出来都很漂亮 有个玉一样 对 真的是 有这种 君子爱玉嘛 真好看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冬菇 要稍微多煮一会儿 多煮一会儿 因为冬菇很容易吸收汤的这些香味 味道 我是特别爱用冬菇来煲汤 要么你气候这么好的吗 健康 这个南方人啊 就很喜欢用这些干货 冬菇啊 冬菇啊 笋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 是是是 干香浓郁 而且营养丰富 这道菜真的可以说 是非常健康的一道菜 是是 维生素 蘑菇 还有那个 咱们样蛋白质 有三种 三种菌类 对吧 然后两种蔬菜 对 再加上足够的蛋白质 还有少许脂肪 所有辅料都用清水超烫之后 还要分别下入浓鸡汤 让食材中增添一部分动物油脂 这样味道才会更加鲜美 银耳也可以出锅了 下面一步就要开始码盘了 扣在碗里 对 哇 肯定很好看 天哪 真漂亮 下面我把这些原材料 要进行码盘 真精致 这个你就发挥 自己的这个艺术创作力了 这个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就是世界各地 都有一种叫杂烩型的菜 这个属于杂烩菜 对 比如往远了说 就是普罗旺克的鱼汤 那么我们中国比如说过年吃的全家福 福建菜有佛跳墙 现在佛跳墙广东菜也多了 对吧 那么 这属于全家福的一种吧 对 就是说这个菜的思路 我理解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包括广东有罗汉斋 对 就是素的全家福 实际上是 当然斋菜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素的杂烩菜 对 当然了 它的加工方式呢 就是确实是就是这么说的 很有文化内涵了 把它精细化了 对 然后做了一个这种 你一般杂烩都是混在一起的嘛 它装盘啊 刀工啊 包括汤很讲究 那么这种菜 其实严格来说呢 从烹饪艺术来讲 我认为啊 个人认为是不足取的 应该是煮辅料分明 对吧 比如说 牛肉片 翘几片黄瓜 对 绿的白的 很漂亮 对吧 然后呢 我这个菜主料 煮味突出 但是呢 不妨偶尔也拖一次格 像这样的东西 这个菜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营养丰富 各种影响都有 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各取所需 比如说 我爱吃胡萝卜 你爱吃青笋 咱们可以 你可以加成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在家想做这个银耳素汇的话 大可不必像阿中师傅这么复杂 因为毕竟它这个是招待一堆 招待一堆 好宴会用 是的 我们在家就是可以把青笋 胡萝卜 削成小段 一段一段的 加点冬菇 其他的蘑菇 然后银耳给它揪成一坨一坨的 然后一锅会一下 是吧 是的 那个就比较家常版了 对对对 剩下这点我来码吧 您还要码点 您还要勾一个汁 我要勾芡 那一个特殊的香味 就是汤的香味 就是汤的味 这么香的 您一会儿会买得很好 那么我们在清汤里 要加一点味道 加入适量的盐 糖 盐糖 盐糖 为了盐得漂亮 我们再加一点 健康食品南瓜绒 据我了解 原来是放鸡油的 对对 因为现在慢慢 黄不亮吗 现在为了健康 那我觉得放南瓜绒挺好的 就是健康吗 非常健康 好 剥开了 我们加入适量的淀粉 这个芡的浓稠度 应该叫什么 您叫做专业术语 专业术语叫玻璃芡 玻璃芡 对对对 叫玻璃芡 它是比较透亮 对对对 另外呢 也不能太臭 对对对 我们再加入一些 一点点鸡油 更亮 就是正好 以它挂了猪菜为主 对对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浇织了 这个芡漂亮 是 哇 这确实好 嗯 然后把它均匀的 这不漂亮 对 就把它均匀的浇在原材料上 要我就冲着中间那朵银耳了 吃的时候可以拿刀给它划了开 对对对 那样吃的比较方便 因为去完根的银耳它已经很松散了 真好看呀 漂亮 确实是漂亮 怎么样 这道五彩缤纷味道鲜美 清淡又爽口的银耳素汇 就大功告成 它的制作方法是 第一 把所有辅料用小刀削成蘑菇状 然后分别下入清水中焯熟 银耳焯熟之后淋上清鸡汤 上锅大火蒸20分钟 第二 把焯好的辅料再依次放入浓鸡汤中 将鸡汤的鲜美味道渗透到所有的食材当中 出锅之后按照颜色的深浅码入盘中 最后在清鸡汤中放入盐白糖和南瓜蓉 锅开以后调入少许的水淀粉和鸡油 将勾好的玻璃馅汁淋在银耳素汇上即可 这道菜就是阿正师傅给我们奉献的银耳素汇 银耳素汇 太漂亮了 确实是我觉得就于这个平板中 看得出这种厨师的技术 看得出厨师的真诚 看得出我们中华饮食文化这种精华所在 对对对 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朋友去吃饭的时候怎么点菜 如果我们去吃谭家菜呢 可以点银耳素汇 还可以点什么 点个柴把鸭子 柴把鸭子 还有呢 酒烤情肠 还有呢 黄焖无孙 够了 就这么几样 您买单 好好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